我们讲灌顶的利益 我们讲到灌顶的第一个利益 是说你受了灌顶 你就离开凡夫了 不是一般的人 你应该是一个佛 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利益 你已经是理计佛 理论上你已经成佛 事实未成佛 但理论上确实是成佛 因为你本身还是佛性 不增不减 没有增加没有减少 所以是理计佛 这是第二个利益 第三个利益 是消除掉业障 消除掉业 密教的灌顶 是用刚开始是用瓶灌顶 那么瓶里面 装的是水 然后我们金刚上师 必须要观想 这个西空之中 这个本尊 进到瓶子里面 然后在瓶子里面 水里面打坐 由他的毛细孔 流出甘露 流出很多甘露出来 然后给你灌顶的时候 就用本尊 活菩萨的甘露 给你灌顶 这个灌顶 提腐物灌顶 一灌顶 哇 你就觉得很清凉 就洗掉你身体的业障 那个本尊 进到你身体里面 你身体里面的这些业障 从毛细孔排出去 从身体的毛细孔排出去 我们晓得这个 瓶灌顶里面的水 水的特性 就是洗 清洁 污秽 所以刚开始 密教是用 这个 金刚瓶 灌顶瓶 给你灌顶 金木水火土 都有五种 都有特性 这个金 它的特性 是尊贵 黄金的这个金 是尊贵 坚固的 摧毁 不坏 木呢 它也有特性 木的本身的特性 它是组织 是组一种组织 可以做成很多的器具 水呢 刚才讲了 是清洁 是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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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呢 本身是一种热 是一种光 热跟光明 是它本身的特性 土呢 是坚固 坚固 是它本身的一个特性 那么在地 水 佛 风 讲起来 地啊 本身是坚固的特性 水 是清净的特性 佛呢 是热跟光明的特性 轰呢 是变化的特性 所以我们看啊 这个要变化的时候啊 要懂得变化的人啊 都会向八卦的任何一个方 吸口气 天地雷轰则水火山 八卦 天地雷轰则水火山 它在任何一个地方 吸口气进来 就有那一个地方的特性 然后再产生身体的一种变化 这是神变 所以是一种轰 轰就是一种神变 那今天我们用这个 用水 灌顶的这个水 就是消除业障 给地质灌顶 给所有的正佛中的地质灌顶的时候 这甘露水下去 你就能够 业障 能够消除 这个水啊 我们讲过的 再脏的衣服 好几世 好几世的业障 你经过一次清洗 一次灌顶以后 你所有 好几世的业障 全部通通通都干净 所以用水灌顶 它有它本身的这个意义 这是第三个利益 那么第四个利益 是加持光明 金刚上师啊 本身啊 有人讲啊 上师是佛 为什么讲上师是佛 因为上师本身啊 他放光 放出光明 佛的特性呢 就是热 然后又有光明 热就是等于力量 热就是一种产生一种力 大家想想看啊 这个 用佛可以产生很多的力量出来 像佛力化电 就是用佛本身产生力量 那个以前那个 推动啊 那个蒸汽机 烧煤炭 蒸汽机 佛车 就是用佛产生力量 其实现在很多眼里上 讲起来啊 这个电 也是应用到佛 所以以前讲电力公司啊 电力公司 还是佛力公司 还是用佛 电 跟佛 都是在一起的 那么一定要产生热 热 产生温度 会有力量产生出来 那密教的上师是佛 他本身是有power 就是他本身的一个力 然后以这个光明啊 给你做光点 就加持你身上的光明 你本来是黑夜的 很黑的身体里面都是很黑黑的 他给你点灯 就等于再给你点灯了 心中就产生光明 给你加持光 你身体就有光了 所以这个第四个利益啊 可以讲就是加持光 我们人啊 本身凡夫的时候啊 就有贪成枝啊 有贪成枝 制造成全身的 雾气麻黑的黑夜 那经过灌顶以后呢 因为有光 进到你的身体 你就转变成了光明 那假如是 一个真正的上师啊 他本身是佛 又有光明 他以他的光明来造你 在你的心里面啊 剥下了这个种子 剥下了佛 剥下了光 像我们做这个 灼火灌顶 就是你的 在给你丹田那里 丹田的佛 给你点上丹田的佛 让你有佛的种子 让你能够修这个 佐佛定 在密教里面 大所印里面 佐佛定 我们有佐佛的灌顶 有宝瓶器的灌顶 有这个 无肉法的灌顶 有无肉啊 又修佐佛 又有明点 啊 这样子 这个气脉明点 恶观里面 就全部通通都周全 那么 走火灌顶 是很重要的 我们生起这个佛 那么佛本身 就产生光 佛跟光啊 是连在一起的 像电灯啊 也是一样啊 因为通了电 它产生热 你看电灯 都是热的嘛 它一定有光 热就会产生光的 佛 热 光 连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就是 第四个利益 加持光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妈的便宜 我妈的便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